我给大家打个百速 大家就更明切了啊 一反一正 大家看一下 你看啊 应该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四华而流畅 嗯 是吧 咱现在是看 一二三 对 现在越打越快 越打越快 对 越打越快 打球集的结果是什么 再来打一个比赛 好嘞 大家看一下 打球集的结果是什么啊 随便打下来 看 强 对不对 或者上拳他会咋样 看 诶 失误明显 这不就是失误吗 嗯 关键是你这么打过去吧 他还 就是还没等你给对方制造威胁 你自己就失误了 真是都是自己失误 他不稳定 所以咱们就从三方面下手 一 咱们稍微往后站一点 对 二 该转腰咱就转腰 该下去咱就下去 你比如说下拳球 就搓这一半 嗯 你过来的时候不要 他肯定抢 对 这个肯定着急 对不对 你这一步应该是什么 过去转 下 再拉 你看这节奏 非常完美的节奏 对 你中间这步 你千万别忽略或者错过它 你把这个腰腿 过来这一下转 上拳球这个脚步这一下动 然后再出手 因为在正常这个节奏 本身应该移动或转体的时候 你变成了击打 你才会有时间抢 对 变成了出手 嗯 对 如果你把这个出手的这个动作改成移动步法 或者是改成转体 转体转腰 嗯 对 他那个节奏就合上了 正好卡上 嗯 来 我给大家再展示一下 包括反手也是 你先做我正手啊 大家看看 一 二 这个我之前教过大家 你心里就念 对 比如说发弹球 你快点还原 然后过来 看 再念啊 你看 一 二 嗯 过来 看 动脚 一 二 嗯 你把这个一 二 就喊出来 不要 一 对 对吧 一 二 给它分解了 这是下拳球 包括你的反手拉也是 过来以后看 一 二 一 一 二 对 把这个节奏卡上 心里默念这个牌 他得需要练习节奏 对 上拳球也是 最好 我再给大家提供一个最佳练节奏的动作 就是发弹球 让它搓你正手 喊 一 二 嗯 搓你反手 一 二 然后你的下拳拉就强着节奏了 这个节奏就调整好了 不然你一打比赛不又是这样吗 对 又是又太强了 你看你看 就这动作 太强了 真是 应该是什么 一 二 动脚 来球以后动脚 一 二 是不是就拉上了 对 所以下拳球里 你就记住 发完球之后 无论是它搓你反手 你直板 你横板 就你搓球 只要是下拳 它都有一个前期的 一 二 一 二 他必须有这个动作 嗯 啊 这是第一点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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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